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即便能扛住这些魔物 也必然要付出极大的死伤作代价 李云霄脸色阴沉下来 左手一抓 一阵哗哗声中 魔元锁便旋转而出 将周围十余头魔物全部竖住 那些魔物身形一致 好像被定住了似的 但瞬间就回过神来 拼命的挣扎 只是力量极弱 前一刻威风凛凛的魔兽 现在无异于风中残竹 李云霄一脸斩出十余剑 直接击入这些魔物的脑门 剑光闪烁下 这些魔物逐一爆炸开 大量的魔杀降解出来 李云霄左手一抓 魔元锁便收了回来 直接缠绕在手臂上 他身上一共有三条魔元锁 之前在苍玄山与玉翼战中毁掉了一条 这一下变故立即引起了大量魔军的注目 齐刷刷地将目光从十二都天神煞镇上转过来 落在李云霄的身上露出吃惊之色 李云霄闷哼了一声 若非迫不得已 他根本不想在这些魔族人的面前使用魔元锁 若是被他们找出了破解之法 将来两界之战 自己这方就少了一张王牌 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这许多 若是连这一关都过不了 也就不会有将来了 鲁通子一下便认出了魔元锁 顿时脸色大变 猛地从战剑上站了起来 眼里露出骇色 魔元锁乃是他尸成一脉 历经数代才研制出来的东西 其内结构无比复杂 想要复制一条都异常困难 虽然他已找到破解之法 此锁亦对自己没用 但对这些魔物而言 还是克星啊 那铁锁到底是什么东西 眨眼间就看到李云霄杀了十多头魔物 四下的魔族全都大惊失色 包括征在内 无疑不是露出震惊的神色 而征更是瞳孔微缩 内心翻起了滔天巨浪 他在苍玄山内的时候 见过李云霄用着铁锁困住玉 当时虽然觉得神奇 但因为时间仓促 加上铁锁也在那一击之下被毁 也就没有过多在意 但现在看来 这东西似乎不止一件 凡是被锁住的魔族 无一例外的都被压制住了 就连龙象智芒三代这样的恐怖存在 也被李云霄轻松杀掉两头 鲁聪子顿时坐不住了 怒吼一声就冲了上去 扬起手中的铜鞭 往那魔圆锁上打去 有这东西在的话 再多的魔物也不够他杀的 这些魔物可是他这些年来的心血 虽然可以再造 但就如此这般跟韭菜一般的回去 还是难以接受 哼哼 终于肯动了吗 李云霄冷笑了一声 左手一扬 魔圆锁立即往四周散开 避开鲁聪子的铜鞭 同时右手阿摩伦宝一举 就迎着击了过去 砰 那铜鞭在阿摩伦宝一击下 就发出恐怖的颤音 鲁聪子也受到攻击的冲撞 闷哼了一声连退开来 他惊怒道 那魔圆锁 可是大量仿造出来了 李云霄持剑弓了上去 冷笑道 宽你屁事 剑气一下化开 灵力的斩破空间 鲁聪子不敢硬抗 纵身变退 那些魔物全在外圈 李云霄大发神威 杀了石鱼头后 也都有些怕了 再看着 缠绕在其手臂上的魔圆锁 更是不敢靠近 想走 李云霄吃笑了一声 双眼中爆射出杀气 和凝重的神色来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启荣他逃 针魔法相显化出来 一只手臂上拖着阿厄范叉 在绝影下飞舞起来 如黑蛇般击射过去 鲁聪子接连变换身法 都未能躲过阿厄范叉的追击 几个闪身之下 反而陷入了铁锁玄绕的星云内 每动一下 反倒陷得更深 鲁聪子终于脸色大变 此刻他的双脚仿佛踩进了虚无之内 在星云锁链之下 不知是何处空间 身躯则在缓缓地下沉 他朝着战车惊吼道 大人 救我 四周的魔族皆是心神一震 往那战车望去 战车上金光溢溢 透着一层淡淡的魔力波动 好似结界一般 在众人的目光下 依然悄无声息 鲁聪子脸色大变 惊怒道 大人 难道你想弃我而去吗 别说我自身的价值之高 对你有极大的用处 便是此时此刻 你我也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你难道还想独善其身 哦 事情似乎变得有趣起来了 睁的眼里射出戏谑的神色来 盯着那金色战车怪笑道 此时此刻 不知道还有哪位大神通之辈 有本事救你呢 我真想见识一下 鲁聪子见战车当中 依然没有动静 便怒吼道 刚才李云霄施展出来的魔源锁 普天之下除了我之外 再无人可解 若是我死了 你们魔戒也就等着完蛋吧 李云霄脸色微变 震怒不已 喝道 天舞界的叛徒 早就该死了 他手指掐绝一点 那漫天星云就旋转起来 往中央席卷过去 其实他内心还是有私心 希望通过鲁聪子 逼问出杨迪等人的下落 但一想到他的危害便不寒而栗 还是及早除去为妙 阿厄范叉在空中起舞 恐怖的力量直接压碎空间 往鲁聪子身上碾压过去 突然一道黑光闪动 阿厄范叉在空中停滞了一下 仿佛被齿轮卡住了 铁锁之上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道魁梧的身影 全身都裹在黑袍内 双脚贴在锁链上 并没有触碰到 你是 不仅是李云霄 就连针也是吃了一惊 向那道身影望了过去 李云霄面色骤变 再也顾不得逼问鲁聪子 身影一闪就往前冲去 十二伏仑在手中剧烈旋转 发出恐怖的争鸣 正是杀人的前奏 鲁聪子脸色虽金 但却依然狂笑起来 你杀不了我了 李云霄 下次再见之时 便是你的死期 他满脸的恨意猙獰 目光沉着的 看着那剑斩了过来 满 梦哼了一声 大手一抓 就往前压了过去 一股强悍的力量 在空中张开 形成壁垒 将李云霄挡住 什么 李云霄一惊 那力量刚柔并济 压在身上 让他浑身一软 竟然发挥不出力量来 一股异常危险的感觉 在内心滋生 不好 李云霄心电一动 转身一闪就要退去 那股无形之力 瞬间变得暴力起来 轰隆一声炸开 漫天铁锁震荡地闪烁不停 一个个符纹 在那铁锁上浮现而出 却并没有什么损伤 瞒的眼里露出异色 满含贪婪之意 但不过一闪即逝 他知道六道魔兵 蕴含极强的因果 不是他随意能够沾染的 抬起手往星云内一抓 鲁松子顿时并拉扯了上来 两人直接化作一道顿光 从那漫天铁锁当中穿梭而去 但两人并没有直接逃走 而是回到战车上 蛮亲自驾驭 一鹤之下 那八匹飞龙飞马 立即引颈长丝 台足狂奔 战车轰隆隆地向前驶去 拖着那金弹化成一抹金色流光 在天空上留下深深的鬼痕 如此无视我 真的好吗 蛮 蒸的身影 出现在那战车前数千丈远 双臂一动 五指间绽放出强大的魔光 好似雷霆一般 往身后绽放射开 化作双翼充满天空 蛮 梦哼了一声 黑袍内眸光流转 蒸只是猜测他的身份 并没有证据 只要自己不吭声不承认 即便他日再见 对方也没辙 况且 只要得到这太古魔源的弹 他日再见之时 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念及此处 蛮从战车上站了起来 抬起右手 握成一个最简单的权势 李云霄早已收起阿尔范叉 脸色阴沉地盯着蛮和鲁聪子 此刻若是争也拦不住他们的话 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几乎所有魔族的目光都停在那万里长空上 所有冲突和战斗都戛然而止 突然 在蛮的身后 缓缓浮现出一道巨大的影子 体态仿若原类一般 正是那太古魔源的显影 只是那影中 黑气不断流转 慢散 看不清真容 只有一双血红的眼眸 格外清晰 力气满盈地盯着前方 那影子也同样是抬起右拳 仿佛和蛮融合在一起 那是 睁下了一跳 双瞳当中爆出寒光 骇然道 你 你竟然将那魔旦 黑袍当中 只有眸中有金光闪动 没有任何表情 抬起的那一拳 仿佛陨石一样 在战车的冲击下 带出长长的尾巴 八匹飞龙飞马眼中 全是恐惧 但在蛮强大的威慑下 依然拼死地往前冲去 睁的脸上寒意一闪 双手五指微微动弹下 漫天魔光 一下流动起来 其内蕴含了 无数细小的粒子 无一不是散发出 暴力的气息 行允印 那战车 至身前摆仗处时 争猛地大喝一声 双手刹那间结印击出 漫天的魔光 哗哗而动 随着那双掌印绝 倾心而下 蛮也在这一刻动了 右臂晃了一下 便猛地轰击而来 乃是最为普通 不过的一拳 李云霄双筒闪烁 那一拳正是天舞界的金刚拳 或许在魔界没有这招拳式的说法 但万法相通 盖莫能外 战车终于驶入那新云印的攻击范围 八匹飞龙飞马身上覆盖了一层魔光 整个战车金弹磨满 似乎连成一体 不分彼此